今天是2020年3月25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根本是2020年3月25号, 根本祖国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March 25th, 2020. Has China re-invit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好的,那么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的话主要是想讲一下香港大学生的一个出路,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 是一个来自于Speak Out港人讲地的一个YouTube频道, 是这样一个新闻。 一个晋惠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她叫做Leslie, 然后呢她是从2月份就开始寄了30多封的一个求职信, 但是呢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呢这个Leslie呢她就说歹谈完工困难, 就是说她感叹找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啊。 而这个Leslie呢她主要找的工作呢是两个方向, 市场营销和公关工作啊, 就是Marketing和PR这两个方向的一个工作。 而她学的专业是不是Marketing和PR呢?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的开头是怎么介绍的啊。 那她学的是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专业啊, 本人呢是在一家外企上班的。 就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你本身的专业不是学这个市场营销和公关工作的话, 你是真的真的很难啊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的。 而香港有名的大学那么多啊, 念这个市场营销和公关工作的这个专业的人数又已经很多了。 如果一个企业它本身就是缺口啊, 市场营销和公关工作的一个员工的话, 它为什么不去招一些直接专业对口的学生, 而是招一个你的专业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学生呢?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很丰富的一个实习经历, 那另说啊,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是很难从这些竞争者上面去脱颖而出的啊,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所以呢,这个Leslie的这个案例的话也是反映了近一两年啊, 香港的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呢真的是非常大的啊。 而这个Leslie呢,她说她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她会怎么办呢? 她在这个视频的1分18秒,她说不如出来创业啊。 我想说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 我不知道你的资本是哪里来啊, 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投资给你, 或者你找很多个同学来跟你一起创业啊。 但是那些同学的资本呢,有可能又是从父母那里来的。 简单来说,我觉得你们创业的资本的话, 还是从你们父母那里来的。 我觉得你们念书已经靠父母给你们交了学费, 交了那么多年了, 连出来工作都要靠父母给你们资金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给你们父母很大的压力啊。 这是一方面。 而另外一方面, 你们出来创业, 你们有考虑到创业真的是那么简单吗?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你们有什么资源可以达到这个创业的一个目标呢? 就连现在香港很多老字号老品牌, 各行各业的老品牌啊, 就我所知现在许刘三这个甜品的一个品牌, 现在呢都面临着一个破产的一个危机了啊。 就连一个老字号都要面临破产的危机。 更别说一个你应届的毕业生想出来创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说不可能,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低啊, 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 我觉得呢像Leslie这样的一个应届毕业生, 还会去思考自己的就业方向, 就业前途呢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大学生啊, 他们呢不像Leslie这么积极向上, 或者愿意去思考自己的就业方向, 他们反而是在蹲监狱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视频。 是BBC在2020年, 也就是今年1月份的一个视频啊。 他采访了一个香港的爸爸, 因为呢这个爸爸的儿子呢是在蹲监狱啊, 现在呢就是在香港的陈教措里面。 出不出狱我现在不清楚啊, 我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在视频的2分11秒呢, 这个父亲就说儿子见到他,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可不可以帮他多支持一下前线呢? 因为他的儿子呢是因为非法集结被判入狱的啊。 没想到这个儿子见到他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可不可以叫这个父亲帮这个儿子, 多支持一下他的前线, 多支持一下他的手足啊。 你看啊, 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都已经入狱了, 还在想这个示威的事情, 还在想这个前线的事情, 你就知道已经入狱了, 还没有悔改啊, 还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而这位爸爸呢, 他并没有教育他的孩子要认错, 不要再去犯这些错误, 在狱中呢要好好的悔改, 而是答应了他的孩子哦。 他答应了他的孩子, 他说, 我会做, 我会把你的那一份也做了。 而且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 他答应他的儿子会走得更前。 啊, 我看到这里呢, 我其实真的有点无语啊。 因为造成这些香港的大学生走出来抗争, 很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呢, 并没有很好的管教他们啊。 学校的教育呢, 没有教好这些大学生呢是一方面, 但是家庭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位家长呢, 并没有叫这个孩子去悔改, 而是反而答应了这个孩子的要求, 走得更前啊。 而他是怎么帮他的孩子走得更前的呢? 是因为这个爸爸的本身的工作呢, 是做这个迷你花牌的创作的。 而他的创作是创作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迷你灯牌啊, 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加油的一个灯牌。 而且呢, 还抹黑香港警察就是, 呃, 有一个牌子写着我认蓝布, 就是我承认, 呃, 滥用职权去驱补这些学生, 驱补这些示威者啊。 他就是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来做这些迷你灯牌, 来做更, 简单来说就是做, 另外一种文宣吧, 啊, 因为文宣不只是那种啊, 网络上的海报啊, 还有那些啊, 文字啊, 线下的话就是有他们这种迷你灯牌的一个文宣了。 所以呢, 正是有这种父母呢, 他本身就不去教这种孩子正确的一个三观啊, 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导致了这些大学生觉得啊, 出来抗议示威是没有问题的。 他说他的儿子呢, 不是废亲啊。 最后的话, 这个视频也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儿子在狱中给他爸爸写的一封信,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孩子写的这些字体呢, 呃,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堪入目啊,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啊, 首先呢, 我们不要要求啊, 这个字体写的非常的漂亮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啊, 可能写字也不会写的很漂亮, 漂不漂亮另说啊, 但起码写的工整嘛, 对不对, 起码让别人知道这个字到底是写的什么, 但啊, 很明显就是这封信里面, 他的字呢, 写的非常的潦草啊, 有点像那小学生写的字一样, 而且有很多错别字嘛, 你看这图图改改的啊, 真的是啊, 漂亮已经不能奢求了, 连写的工整都不能写的工整了, 真的是啊, 香港大学生的一个悲哀啊, 如果说到错别字的话,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新闻, 因为他们经常出来是为呢, 有写一些标语嘛, 你看了时代革命的时代啊, 这个代字呢写成法字啊,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测回呢写成这个, 都不知道怎么念啊, 这个边旁都写错了啊, 然后呢, 连龙墙, 这个墙啊, 是左边的一个边旁呢, 然后他把这里写成右边了啊, 以及这个, sorry for inconvenience, 这个inconvenience啊, 正确的拼法的话是, inconvenience, 但是呢, 这个啊, co后面漏了个n啊, 漏了个n, 所以你看中文写错字啊, 不要说了啊, 英文也写错字, 你连英文都写错, 那你那些美国爹啊, 英国爹, 那些洋人, 他们怎么能理解你这个意思呢? 对不对? 你们这些大学生呢, 有书不好好读, 在大学里面学什么呢? 看一下这条微博好了, 我重新找到了这个台湾傻事的一个博主, 19年9月12号发的微博,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生在干嘛呢? 平时啊, 不上学, 就在学这个怎么去跳杂啊, 因为他们不是经常坐地铁逃票嘛, 对吧? 这个杂鸡呢, 他们就怎么锻炼啊, 怎么可以很快的去跳过这个杂鸡, 跳杂鸡, 在大学里面呢, 就学这个东西啊, 香港有八所世界顶级的大学, 这些大学生呢, 不好好的学习这些专业知识, 反而呢, 是花时间出来抗议示威, 你和平示威啊, 我觉得都OK啊, 但是如果你破坏这些公共设施, 破坏香港人的一个正常生活秩序的话, 我就觉得很不赞同啊, 所以呢, 我真的觉得97年以后的大学生, 特别是近一两年的大学生, 真的是废了, 真的真的是废了, 啊, 关于你们前途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Leslie呢, 她起码呢, 有很积极的去各大公司去投简历啊, 她投了30多封简历, 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大学生去愿意思考自己的前途到底是怎么做啊, 但其他的大学生怎么办呢? 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前途到底是怎么样呢? 啊, 你们没有想没有关系啊, 有一个台湾的政客呢, 已经帮你们去想了啊,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政客, 有一个叫做陈伯伟的政客, 这个政客什么背景的话,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了, 简单来说就是, 呃, 一个也是主张台独的一个立法委员了, 然后呢, 他在3月24号呢, 有个新闻就是, 他邀请香港人来台当兵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效仿美国啊, 美国有这样一个征兵制度, 他说, 我们应该开放香港抗争者来台从军啊, 从而呢, 让这些香港人呢, 取得公民权啊, 那这个立法委员陈伯伟呢, 已经为香港的大学生呢, 思考了你们前途的一个方向了啊, 你们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了, 可以去台湾当兵啊, 台湾当兵之后呢, 呃, 他们就提倡啊, 让你们取得公民权, 让你们留在台湾啊, 这是台湾政客的一个给你们大学生, 给你们香港人所思考的一个道路啊, 你们可以去想一下啊, 啊, 为什么他们觉得香港人去台湾当兵是好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观点好了, 他说呢, 香港人去台湾当兵有三个好处, 第一啊, 他觉得香港人呢, 比这台湾人年轻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 他觉得香港人呢, 比台湾人更讨厌中国啊,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的话, 他可以增加他们劳工的一个人数啊, 那增加劳工的人数, 这是香港的看争者, 这是香港的大学生啊, 在他们眼里呢, 就是一个政治筹码嘛, 简单来说, 你们香港人呢, 在他们台湾人眼里, 根本就不算什么, 就是他们民主政治的一个政治筹码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怎么说好了, 有一个叫做吴小白的ID, 他是这么说啊, 台湾年轻人自己不当兵啊, 增香港人来当兵, 哈哈哈, 据我所知啊, 现在台湾年轻人呢, 想当兵的不是特别多啊,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意思嘛, 没有这种保家卫国的意思啊, 我觉得呢, 如果香港人真的去台湾当兵了, 反而台湾年轻人很开心啊, 因为他们不用当兵嘛, 香港人去当兵就好了, 对不对啊, 说到台湾年轻人啊, 当兵的一个事情啊, 给大家看一下长脸, 昨天的一个YouTube社区状态好了, 左边呢, 就是台湾的这些草莓兵啊, 菜菜子去看这些草莓兵了, 你看, 一个一个这种驼背的啊, 弯腰驼背啊, 身高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啊, 我觉得啊, 然后呢, 右边呢, 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士兵啊, 你看, 你看精神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到时候真的两岸发生战争的话, 呃, 这个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吧, 对吧, 非常非常明显啊, 简单带过一下, 现在台湾的这些当兵的情况, 真的是不用乐观啊, 非常非常不用乐观啊, 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我觉得香港大学生真正的出路在哪里了, 不是在这个台独的立法委员陈柏维的一个言论啊, 他呢, 就提倡啊, 香港人呢, 来台湾当兵啊, 我觉得香港人的出路不在这里啊, 我觉得真正的出路的话是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里啊, 粤港澳大湾区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个事情好了, 简单来说就是15年在国务院属下, 发改委, 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中提出的啊, 然后呢, 在17年啊, 我们的总理李克强纳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啊, 然后呢, 在去年19年, 19年的话就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啊, 我觉得啊, 香港人包括现在的香港的大学生啊, 特别是香港大学生真正的出路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啊, 粤港澳大湾区的话其实呢, 还有一个官网的啊, 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啊, 有一个官网的Greater Bay Area啊, 有这样一个官网, 它包括的城市的话其实有很多啊, 呃, 我作为一个广东人啊, 我自己呢都觉得这个规划呢是非常好的, 它包含的城市有赵庆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啊, 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啊, 当然就是包括两个特区澳门和香港啊, 澳门很乖啊, 所以澳门不用太担心, 主要是香港大学生,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头脑啊, 真的是放下你们这些敌对啊, 大陆的一些成见的话, 有机会来这些城市找找工作啊, 这些工作呢还是非常多的啊, 这些城市啊, 如果是香港的那些家长, 如果你们呢, 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好了, 香港家长或者香港的一些啊, 中上层阶级的一个人士吧, 如果你们资金是有余的话, 建议你们回广东省来买房啊, 如果你们回广东省买房的话, 绝对是有啊, 这个投资价值的啊, 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买房,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真的呼吁香港的大学生呢, 啊, 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板块好了, 这里呢有个板块就叫做青年创新创业啊, 啊, 在这里, 有很多新闻啊, 我觉得这些机遇的话, 你们香港大学生好好去思考一下啊,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话, 才是你们香港大学生的一个真正的出路啊, 啊, 不要听那些台独的立法委员, 他们是怎么说的啊, 他们那些台独分子呢, 就是利用你们香港人来做他们的政治筹码而已啊, 所以呢, 不要太相信那些, 啊, 台独的立法委员, 我知道我的频道呢, 也有一些香港人在看的, 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评价黄之锋的视频, 虽然那个视频已经被YouTube移除了啊, 但没关系, 我知道有香港人在看我的频道的, 如果你们香港人真的有头脑的话, 建议你们有钱的, 回来啊, 广东省买房啊, 绝对不会吃亏的啊, 绝对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事情, 如果有看我频道的香港大学生, 希望你们毕业好好想一下, 你们到底的优势在哪里啊, 想一下你们啊, 学的这个专业, 到底啊, 可以回来大陆, 回来广东省啊, 是可以在什么公司去找工作的, 好好的去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官网啊, 好好看一下这几个板块, 啊, 政策的范畴啊, 发展重点是什么呀, 青年创新创业, 以及这个便利汇民, 这几个板块, 你们真的希望好好去看一下, 这才是你们香港大学生的出路啊, 好的, 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今天视频上说的, 啊, 真的希望香港的大学生, 还有那些香港人吧,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们的前途, 到底在哪里啊, 啊, 真的放下你们敌对大陆的一个成见,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们的未来, 好吧, 是香港大学生, 啊, 建议你们真的去向那个Leslie学习一下, 啊, 积极的去投简历啊, 实际上不行的话, 啊, 去关注一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一个官网啊, 多去看一下上面的信息, 希望你们真的也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了, 好, 那有喜欢我这个视频的朋友欢迎给我点赞,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啊, 也可以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 也欢迎订阅一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 。 。